如果说连上游的晶圆要消化库存 都可能要到明年的第一季 或者是上半年才有办法看到一个健康的水位 那下游的通路会不会压力更大 那彦君呢今天要带我们来看一下 在整个IC通路的部分 到底现在库存消化的如何了 好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电子通路商就是跟国外的原厂去买 上游的零组件去卖给下游 那这一些国外的原厂呢 由于他对可能台湾的产业 对台湾的公司不是那么的熟悉 所以呢就委托电子通路商来销售这些电子零组件 请这些电子零组件呢 请这些电子通路商的帮忙备货 帮忙去管理应收账款 那这一些电子通路商呢 他本身没有什么核心的技术 就是买来卖类似买卖业 毛利率呢大概就是5% 那有的甚至更低4%或是3% 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专业技术 就是买来卖 然后负责管理存货管理应收账款 那如果当国外的这一些厂商 他生产的数量太多了 他会塞货 他会把货呢去塞给电子通路商 这个时候电子通路商它的存货金额 它的库存水位就会大幅的上升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电子通路商的存货金额的变化 来判断说整体市场的景气变化 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担心高库存的这个压力 我们其实观察库存消化的如何不需要等到真正水位 他们公布出来的水位是高还是低 我们可以领先从存货金额当中就先看得出来 是的存货金额其实是一个领先的指标 所以当市场的库存水位上升的时候 电子股就先杀一波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第二季 很多公社EPS还是创高 还是持续成长 但是存货金额如果上升的话 物价就会先跌一波 好那我们看到台湾的两大电子通路商 那一个是大连大 一个是文业 那蓝色这一条线是大连大 橘色的是文业 那我们看到说 其实它存货的金额是持续不断的在往上升 那到了2022年的6月底 其实大连大的存货金额已经上升到1000亿元以上了 而且感觉上是来到近年来的一个新高畏惧 对不对 那刚才李老师有说过 这个存货金额上升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业绩太好了 所以备了很多存货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景气转差 所以货卖不出去 那这一次呢 那到底是哪一个情况呢 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财务指标 叫做平均存货销售天数 那我们从这个指标呢 可以看出来说 存货的金额上升到底是哪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平均存货销售天数 我们看到说在2020年以前 就是还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候 不管是大连大还是稳业 其实在2019年的12月 那个时候存货平均销售天数呢 是50天 所以50天呢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水位 那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 由于那个时候缺货嘛 那个景气非常好 所以我们看到大连大 它的平均存货销售天数呢 大概都是在50天以下 甚至有的还到30几天 代表说那个时候景气是非常好 那电子业的股价也是持续的不断往上涨 可是我们看到到了2022年的时候 那到了3月或者是到2022年的6月 其实呢平均存货销售天数呢 都是持续不断的在往上升 大连大呢平均是56天 那文业呢上升到61天 那我们跟疫情发生前的正常的水位来相比呢 其实呢已经大幅上升很多 所以代表说目前的电子业呢 它的存货是滞销的 下游的需求呢是下滑的 它货是卖不出去的 这个就是一个危机 就是一个景序 所以从存货天数再搭配 刚才讲到的存货金额来看 这一次的存货不是因为卖得太好 所以他们拼命囤货 而是因为卖不出去 而在这里这个库存的压力越来越高 是的 那其实我们从营收也看得出端倪啦 因为获利是每一季公布一次 但是营收呢是每个月公布 那我们看到这些电子通路商的营收呢 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 还不错 可是在7月啊8月啊 就是营收就有开始下滑了 所以我们来看哦 如果当一家公司的存货金额 它是上升的 但是营收又是下滑的 代表说存货区化的速度呢 会变得比较慢 那之后呢可能平均存货销售天数到90天 可能也都不要太意外 好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大佬就说了嘛 他的公司的库存消耗大概要一季 一季就是90天嘛那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所以从营收下滑的速度来看 的确他们现在面对去化库存的这个状况来讲 其实压力还是颇大的 那如果纵观这三个方向来看 我们目前为止怎么样看IC通路 因为IC通路也分很多的次产业嘛 那次产业当中谁也许比较优化 但是谁真的隐忧比较大呢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其实IC通路厂商呢 它的这个领域呢 可能有车用啊伺服器网通啊 或是笔电啊手机啊 或者是电视 那其实呢不同的领域 它的供需状况不同 它的产业的龙井也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车用伺服器跟网通好了 那这三个领域呢是成长的 车用的部分呢 是因为智慧坐驾系统升级嘛 那我之前去租这个iRAM 其实它那个远光灯呢很厉害 前面有车子 远光灯自动就收起来 那等到车子过去 它远光灯又自动打开 那个需要晶片嘛 那需要很多的电子零件 所以呢因为智慧坐驾系统升级 造成说近期呢 其实车用电子是需求是成长的 所以如果是车用这一块呢 不用太紧张 目前的需求还是成长的 那伺服器呢是因为平台升级 所谓的平台升级 是指他们最近陆续要发布 很多的新产品吗 对就是平台它的世代不一样 所以呢这也会带动需求成长 那另外网通的部分是因为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缺料 所以很多的这个产品 不是没有订单 是没有料做不出来 所以没有营收 订单做不出来 但是目前缺料缓解 所以过去两年的营收 递延到今年 那网通族群呢最近也是不错 那这三个领域呢是有成长的 所以电子业呢 如果是这三个领域的话 那股价会相对比较抗跌 因为它的获利呢是成长的 但是3C的部分呢 可能就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笔电电视或者是手机 笔电呢是因为疫情 还有远端的需求 那这个需求呢已经提前被满足了 该买都买啦怎么可能半年就换一次吧 那电视更惨 电视是产品生命周期很长 电视的产品生命周期大概是10年 对所以买了一台大概要10年后才会再买第二台 对 好所以呢 它也是衰退的 它也是衰退 那手机的部分比较特别啦 手机的部分呢是苹果手机卖得很好 但是安卓的手机卖得很差 为什么 那主要是因为苹果手机的这些用户呢 这些果粉 它的产品忠诚度比较高 它在意的是说 我是不是拿最新最流行的手机 那我是不是有跟得上时尚 所以呢 即使呢 可能最近发生停滞型的通货膨胀 但是果粉呢 还是想要买最新的手机 所以基本的换机潮都还是有一个level的 对不对 所以苹果的相关供应链比较不需要紧张 但是安卓系列的手机就麻烦了 这些非评阵营的手机用户呢 它是价格敏感度很高的客户 就是哪一款的手机比较便宜 性价比比较高 我追求CP值 我如果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 然后买到最好的手机 安卓的部分 所以像最近呢 发生停滞型的通货膨胀 就是东西一直上涨 但是呢 薪资是缩水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安卓的客户呢 它的价格敏感性很高 它会想说 那手机如果没有坏掉的话 我不用今年换啊 我可以明年或是后年再换 它手机使用的期限就会拉长 所以近期呢 非评阵营的手机呢 就是需求是下滑的 那相关的供应链可能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需要特别注意 好 英雄所见略同耶 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才世新讲的半导体 认为去话估准要靠谁 要靠车用 结果彦均帮我们追踪 在通路的部分 也是认为未来在整个切入车用的 这个领域当中 应该是能够比较快速去话库存的 所以我们要再回上游来看一下了 IC设计 IC设计是不是也着重到 这一块的未来发展 那IC设计现在去话库存的状况 又是如何 我们下个节奏回来 再来追踪 tbsp 炼炼炼炼炼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